西班牙宗华大使 胡卓才 在他宗华二十五年以后的今天 退休赶回西班牙 胡卓才在经常讲述 他回到西班牙以后 就像是中国师生 要向西班牙人 做到中产民国的一切 所以这里是他的第二天 他眺望很快地 要回到中产民国来 眺望这里的美国 胡卓大使夫人 和他们在台湾出生的小儿子 也在主场 和前往政治的朋友 一一化学人 经历大经济政治的 有经济部长邓宇贤 其他邮部欧洲市长 张维基等各国的政治人员 以及各国中华史学等 一百多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